大家好,歡迎來到這節的曼聯新聞一分鐘 今天要跟大家講講一些傳會的傳聞 因為有幾位朋友給大家報料 大家都知道我們現在的後防 正所謂可以用慘一忍倒去形容 所以很多時候都會傳出後防的球員 之前烏帕美卡奴也跟我們傳過 但現在看過勢 他就越來越似選擇去敗人 雖然他的買斷條款是相當實際 也有很棒的價錢 但始終在德甲踢開的球員 雖然他是法國人 也是偏向去敗人踢球 所以烏帕美卡奴可能有點敏 但報章當然不會太好 報章的朋友很明顯 很喜歡幫我們提補球員 烏帕美卡奴在萊比錫的拍檔 Ibrahima Conate 就是傳聞 我們還要說到 日常說我們的第一項目 剛才說的原因 因為烏帕美卡奴多數都找不到 但也因為這樣 因為烏帕美卡奴已經有幾大機會去敗人 所以 Korate也有幾多球員 去追逐他 包括利物浦、車仔、黃馬等 因為其實 老實說 中堅是非常難球的一件事 所以 略為叫做踢得好一點 每個人都說得差得很厲害 大家一看今年的利物浦 就知道 中堅是很難搞的一件事 消息來源就是 Independent這份報章 究竟有多真實呢 我暫時就不想提及 為什麼呢 我不是太好看這件事 因為我曾經 初初去年 剛剛復賽之後 德格米先踢 然後 因為烏帕美卡奴的關係 也有看一看 萊比錫的足球 我發覺 老實 烏帕美卡奴 的確是踢得不錯的 大部分時間 但我們對他們 也看到烏帕美卡奴脫漏的時候 但相比來說 Korate 比烏帕美卡奴更差 如果你問我 如果Korate 有很多不便宜的價錢 我就覺得 不太值得了 還有還有一件事 這個反而是這次節目 我很想說的一件事 我們現在的後防 尤其是中堅 就納入了一個 很詭異的 程度 或者詭異的情況 為什麼呢 大家想想想 我們各位萬聯球迷 大家在Youtube留言 說得最多的是什麼 就是我們的防守 沒有一個領袖 我想大家都同意 不知道有沒有人反對 反對的可以留言說 尤其是我們理論上 要做防守領袖的 麥佳亞 老實實 就不是太過做到這個角色 加上我們所謂的 現在的正選龍門 而迪基亞 又不是很想出聲 因為剛剛我聽了一個 Podcast 有位記者 其實他也不是記者 是潛舊員 Don Hutchison 他就說 他現在是做廣播佬 即是廣播佬的時候 所以他在球場裏 他說其中一件事 就是迪基亞 相對來說真正的 雖然我們有個別情況 有一次經典 我也做了一段影片 說他叫蘇爾回來 叫不到 但他整體來說 迪基亞都算是一個 相當靜的龍門 他比中堅的提搶 是相對來說少的 可能有時的事 就相負相成 他自己本身說得少 但說的時候 人們又不好聽 諸如此類都未定 這個我就不肯定 不過我聽他們這樣說 所以 我們一個後場的領袖 是很需要的 就算老實 我們真的 換了軒仔做龍門的話 軒仔 就算是初期的話 會不會做到領袖的角色 都不容易 為甚麼呢 麥加亞理論上 要做這件事 他又不是太過做到 但他也揹著 隊長的屁章 畢竟你也是隊長 我想大家都多多少少 會尊重隊長 所以可能也要給他 做一個領袖的角色 但他做不好 如果假設 我們要找中堅 究竟找過甚麼中堅 找過輔助麥加亞的中堅 大家又想回頭 我們的問題最大是甚麼 沒有領袖 你找一個不是領袖的去幫 麥加亞 其實 就仍然解決不了領袖的問題 因為 麥加亞 我想很多時候 就剛剛那場球 不是說韋斯涵 而是說奈華頓 那場 我的同學 犯的一個問題 他也犯 類似 如果靠他做領袖 是否真的可以呢 反過來 你找到一個做到領袖的中堅 球員回來 那麥加西亞又怎麼搞呢 難道打後比 那又回到迪基亞的問題 這麼貴的人工 還要隊長 你叫他打後比 不是吧 所以 現在我想我們的後防 真是進入了一個非常難搞 還有最慘的是 就是說 很難 即使你有對的人選 你有錢買回來 究竟怎樣安排 才會令大家都happy呢 這樣呢 就非常難去搞的 不過 老實說 麥加亞就算他的領袖能力 未必很強 或者他有時候 看位置 或者譬如報月位 都是 有些問題 但是 高空波又真的靠他 高空波的確是做到些事情 尤其是 他季初不是經常頂自己球員的 我相信那次是因為 是跟希臘士有關的 之後呢 其實那些高空波都OK的 都算是做到 但是始終 你想一下 大家不要忘記 在死球方面 即是無論是罰球 或者是角球 我們搶不到第一點 就糟糕了 所以都很靠麥加亞 或者其他球員幫忙 去搶第一點 再加上 在我們進攻的角球方面 麥加亞都是頂到那個球 雖然他不是頂入的球不多 但是他也是頂到 所以 真的很難去找到一個好 圓滿的解決方案 亦都在這裏 和大家拋磚引玉 大家有沒有什麼好的想法呢 有什麼球員 可以買回來 又可以幫助到 麥加亞 又可以 可以不太覺地 又不會影響到 麥加亞的自信心 或者信心 又不覺不覺 做到領袖的角色呢 即是沒有領袖之名 但是可以暗地裏做到領袖呢 這樣 我覺得是相當難度高的動作 另外 另外一個選擇就是 會不會我們真的需要 斷捨離呢 這次是這麼多 拜拜 再見 剛剛這個叫做 曼聯球員族過程 看看哪個夠魔性 大家有興趣呢 可以回到這個 playlist那裏 看看相關球員 大巴怎樣介紹他 以及最重要是 給分 過多一兩個星期左右 大家都給分 的時候 我就會做一個總結 究竟 誰大家覺得 最適合做 曼聯球員 誰魔性比較強 大家有什麼意見